那我们延长到中午处理提案了 报告主席,可不可以请部长跟董事长 两位请 许位你好 明天刚好就是五一劳动节 那么相对的,我也要像 今天四月三只差一天 对啊,明天啊,就是五一劳动节 那我也要向台电的所有的这个劳工界的员工们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跟感谢致意 那事实上台电公司所属的员工 都非常尽心尽意 尽尽业业的做好他的每一份的工作 尤其啊,是一个高危险群的一个职场 上山下海啦 甚至于有时候像最近 这个午后雷震雨 也经常性的会很多的高压电塔 或者是这个蓄电 蓄电的那个爆炸啦 抢修啦 尤其紧接着碰上的 就是这个夏天的来临 很多的都会停电 那么在最短的时间啊 都能够以民众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民生问题啊 能够立刻的去给予协助 然后复电 然后让呃这些民众啊呃在 起居生活中啊呃能够呃更有秩序 我想这点啊这个台电的部分 我们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哦但是呢回过头来 就呃媒体啦或者很多的这个报导啊都说我们台电退休的这个主管机关 咱认为呃投资的呃公司的董事长 哦这个部分啊说实在的 相信之下 社会的观感真的非常不好 那么呃我想在每次啊都谈到这个事情啊呃台电相关的高层 啊来担任这个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啊来做一种这个所谓呃做高位领高薪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最近啊油电双涨的情况之下民众的生活压力更是呃大幅的增加 那么相对的台电的这些的这些我不管台电啊我想中油也是这样比比皆是那这种的情况之下我想让社会大众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我不晓得呃这些的呃台电所投资的这些包括什么气垫共生啊呃什么呃电电力等等的呃这个问这些的公司哈财团法人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有时候太过于夸张到呃这个卸认了紧接着马上就去接这个呃投资的公司 我认为这些部分啊真的是几乎是这个呃无缝的接轨哈啊然后呃滴水不落那这个真的很非常非常不好甚至于每个月啊薪水高达二三十万那我不晓得是这个部分啊部长您可不可以很明确的跟社会大众说做呃呃说明白讲清楚为什么这些政策一定要这样子做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假设是由经济部派过去的话我们一定要从眼来规范我一定从眼来规范这第一个报告 第二假设一个同仁已经退休了退休了被个民营公司雇用的话又没有涉及不法的话我们大概最多只有一些劝辅的一些做法那这部分是不是请董事长先把情况稍微报告一下会比较好处理 好不好董事长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很简单的讲说因为这些呃转转投资的这些呃民营电力公司他毕竟还是是需要电业专门的专营的一个公司那所以假如今天不是对那个电业或电力有专业的人去领导去去去去去去主持这公司我想这也不是大家是所愿 比如说跳一个什么借的什么借的跳进去那反而是一个仇庸那第三点呢这这些人的待遇是依照这个我们在这个经济部有一个是从的国营公司那到这个这个呃转投资公司任职的一些待遇的规定他们也没有超过第四点最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让这个同仁到快借零退休才过去呢 主要是因为在未来的五年之间啊台电的这些呃主管要退休的高达五十percent所以我们好的人才都要把用到最后一秒钟那假如假如提早走的话后面的要接的人啊更困难了所以为什么是为了这些人会快到借零的时候假如他合乌规定又没有违反全转门的条款的话 啊我们就认为应该去管一个专业的一个电电业的一个公司我不认为啊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我是具体的建议我们经济部哦我们部长啊我们不是国营单位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改革小组吗是的这个部分啊你就应该把它纳入改革小组里面的检讨的部分好好的检讨一下你又做人家社会就感受到哎你们真正的是在呃有有做一个改善我们会这样做这个部分可能 你要要要要要认真的去检讨好我们要这个这个方向我们好好做处理一下好不好好不好中油台店都要加油了真的好谢谢好谢谢